柔佛周选明天就要迎来决战日了 那选情难测之际 马华和行动党再针对多项华社关注的课题 唇枪舌剑 其中包括当年拉曼大学学院拨款遭削减的争议 那早前林冠英又坦言 如果有机会重来 他会检讨当年的处理方式 但是马华总会长拿多斯里维加强就调侃 从当年壮大伊斯兰党到拉曼拨款的课题 林冠英根本是本性难移 魏家强强调国阵执政时期 拨款超过14亿令吉 让不少的学生受贿 单是去年提供给学生的奖助代学金 就超过5700万令吉 而且拉曼每个月都定期向当局提交报告 让当局来监督 希望林冠英不要执迷不悔 而另外马华总秘书拿督张胜文则是宣称 柔佛周选期间 行动党和公正党似乎是没有相互助选 西蒙各党犹如是分道扬镳明显分裂 他还说比起画大饼给选民不切实际的承诺 柔佛选民要的是停止政治恶斗和口水战 决战柔佛 水煮风云 3月12号 八度空间华语新闻 带您掌握及时票数 了解政局动向